繼續 長項頭設立立教育 要來看是立教育公所的大樓 在100.4年代表現金 經過一段晚的工期 大樓主體工廳已經在今年6月分萬港 在立教育的代理鄉長貴隆港表時 現在進行大樓 內部工廳設計的發佈 一定在今年年代進行 可以進行三千來建築新建的大樓 民國57年現金的立教育公所大樓 在使用47年之後 在100.4年12月分進行當套中間 在教育公所表示 幾個大樓經過幾個大樓的大樓 結局受孫 跟上辦公空間不足 不符合恆台本民訴求 因此向內政保障儲5千多萬 公庫和公所主流4千多萬中間 幾個有在下市停車場 和5站樓館的建築物 上個月已經完工了 現在目前在運輸階段 還有一些就是 消防設備的在請劍死罩的問題 那我們主體工程完成後 還有內裝工程 內裝工程 那主體工程 我們差不多有9千多萬的經費 那那個內裝工程 我們現在目前有 邊列兩三千萬 那最主要的主體工程 我們縣政府也有補助一千萬 那我們內裝工程現在目前在 勞務採購在委外設計當中 那我們希望能在年底之前 我們公所能夠搬新加進去這樣 在家台立行政貴隆 表示 有人主體建局萬港兵嚴守改動 當時公所進行大樓內裝設計發包 包括冷氣、辦公空間幾個 家庭、電腦相關用品 和電腦人體丁丁 公所議連今年度 本身建築新大樓 相信空腳紅的感想 採訪不得